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中国青岛的陆虎女事件成为新闻的热点 不仅是因为陆虎女嚣张打人引发众怒 而且因为当地的官员对陆虎女的公然袒露 进一步引发众怒 可以说从陆虎女事件可以看出习近平的权力失罪 就是中国的地方官员越来越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8月28号在青岛的牢山风景区 一名驾驶高级陆虎越野车的女司机试图逆行插队 没有成功之后还追尾了前方的大巴 该女子下车迁怒于正常行驶的男司机 对男司机进行激烈的辱骂 并且还钻进男司机的车内猛打男司机的面目 导致男司机的口鼻流血 不过男司机并没有还手 更不可思议的是 这个女司机还嚣张的喊道 我逆行怎么了 我打你怎么了 你报警啊 你报啊 开车在路上发生一些纠纷是一个常见的事情 但是这个开路虎车的女人啊 居然在道路上逆向行驶 这本来就已经是违反道路交通法了 她还进一步要打一个正常开车的男人 据说这个人还是一个退伍军人 那更是错上加错 无法无天嘛 特别是她还特别嚣张的喊道 我逆行怎么样 我打你怎么样 你去报警啊 如果是这个路虎女仅仅是逆行打人 还不至于引发网民这么大的愤怒 最让人感到愤怒的是她这种有恃无恐的嚣张态度 网民们纷纷质问说 到底是谁给了她这么大的底气 现在关于这个路虎女的具体身份还不是太清楚 但是毫无疑问 这个女人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背景 否则她不敢这么嚣张 这个女人背后的背景啊 但也不是特别级别高的背景 大致啊就是青岛市领导这个级别的背景 因为如果这个路虎女有中央一级的背景 那肯定关于路虎女的情况就是全网封杀 不可能让网民能够在网上讨论这件事 所以呢 这个路虎女的背景啊 也就是青岛市领导干部这个级别的背景 但这件事情却是给党中央挖了一个大坑 首先我们看路虎女这么嚣张无法无天 也就可以肯定她背后那个后台 也是一样的特别的嚣张无法无天 如果路虎女的后台是一个谨小慎微 闷声发大财的人 路虎女肯定是不敢这么嚣张的 中国的商界人士呢 都是谨小慎微闷声发大财 绝对不敢这么嚣张 敢这么嚣张的都是地方官员 当地的霸王 他们在当地一手遮天无法无天 所以才敢这么嚣张 所以这个路虎女的背景后台呢 肯定就是当地的霸王官员 有人爆料说呢 路虎女的后台是青岛市的副市长 也有人说是青岛市公安局的局长 虽然说这个传说不一定准确 但是路虎女的后台是这样一个级别的人物呢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中国的地方官员跋扈嚣张啊 也是习近平时代单身的新森事务 在过去毛泽东时代的地方官员 虽然也有很大的特权 他们搞走后门之类的用特权 但是呢 他们在态度上啊 根本不敢这么嚣张 那个时候号称叫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评下中农上讲台 所以官员对群众的态度 还是比较谦和的 到了邓小平时代 虽然官员们的权力比以前大多了 但是他们相对对群众还是比较重视 当时有一个不成为的规定 就是地方如果发生了群众闹事的群体事件 不管是什么原因 当地的官员就要为这个群体事件负责 中国的官员们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就特别怕自己的地盘上出现群体事件 因为他要为这个事情负责 重则就要被免职 轻则就是一个警告处分 中国的官员一旦受到警告处分 他将来升官就无望了 他的政治前途就结束了 所以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地方官员 他们一般都不会去干那种激怒群众的事情 他们对群众要尽可能的安抚 安抚他们不要闹事 不要闹出什么群体事件 习近平上台后 他就完全改变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对群众的态度 习近平认为 凡是闹事的群众就是刁民 所谓好人不闹事 闹事没好人 所以习近平就要求地方官员 要敢于整治这些闹事的刁民 不要怕惹出群体事件 典型的例子 就是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整治北京低端人口引发的群体事件 在2017年11月 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下令要驱逐北京市的低端人口 造成大量的非北京市民的低端人口流离失所 引发整个群众沸腾 当时蔡奇在内部讲话中说 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当真枪 就是要刺刀剑红 就是要敢于硬碰硬 就是要解决问题 为此蔡奇就得到一个酷吏的绰号 蔡奇驱逐低端人口的行为就引发众恶 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人士 联名公开致信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 公开信把这个蔡奇的低端人口 定性为违反宪法和建大人权的恶行事件 呼吁党中央责令有关部门和有关官员 要向受害者和全社会公开道歉 同时要追求有关部门和有关官员的 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 在2017年12月 中国还传出一份敦促蔡奇辞职书 要求蔡奇辞职 敦促蔡奇辞职书说 蔡奇已经严重违法乱纪 应该立即辞职以泄天下 当时敦促蔡奇辞职书的署名者 有200多人 按理说蔡奇这么简单粗暴地去除低端人口 引发了中国舆论的强烈沸腾 对北京当局的维稳是不利的 按照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标准 蔡奇这种简单粗暴驱逐低端人口的做法 引发强烈民愤 那是要受到批评处分的 轻则也是党内警告 重则就要被免职 可是在习近平时代 蔡奇引发了强烈民愤 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的批评处分 反而是进一步升官了 这就表明习近平的维稳方式 和过去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是不一样的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民众是 采取一种安抚的措施 安抚他们不要闹事 他们最怕引发民愤 而习近平对于群众 他是采取一个坚决镇压的方式 习近平要求一方官员不要怕群众 不要怕群众闹事 如果官员看到群众一闹事就退缩的话 那就是官员的不作为 反而要收到批评处分 所以现在中国的各地官员 就是以蔡奇为榜样 群众谁敢有不满 坚决的镇压 不怕引发民愤 所以过去中国的地方官员 因为怕引发民愤 毁掉自己的乌纱帽 所以做事情还不敢这么嚣张跋扈 现在中国的地方官员 不怕引发民愤了 所以他们做事情就特别的嚣张跋扈 再回到这一次的陆虎女事件 这次的陆虎女这么嚣张 引发极大民愤 按照过去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标准 青岛公安局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针 应该是安抚群众平息民愤 那么要安抚群众平息民愤 就要对陆虎女从重处理 这样就让大家就比较气愤会减轻一些 就不会那么气愤了 但是呢 现在习近平时代 地方公安局的做法恰恰相反 他们不但没有设法平息民愤 反而进一步激发更大的民愤 按照公安局的处罚标准 像陆虎女这样的逆行打人事件 至少应该算是寻衅滋事罪 可是青岛公安局完全偏谈陆虎女 说是陆虎女逆行打人事件 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而且对陆虎女的处罚非常轻 只是行政拘留10天罚款1000元 而且这个行政拘留也只是一个纸面拘留 并不是真的把陆虎女带到拘留所去拘留 有消息说陆虎女是青岛市公安局局长的小三 所以青岛市公安局对陆虎女是全力护航 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 青岛的路口已经戒严了 这就是所谓为了一个人要封一个城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青岛市公安局的局长这个做法是非常的嚣张的 也是因为青岛市公安局长这么嚣张 才导致陆虎女这么嚣张有恃无恐 现在中国一个地方的公安局长就敢这么嚣张呢 这当然也是习近平时代的特色 因为习近平要求地方官员不要怕群众 不要怕群众闹事 要敢于镇压 要敢于刺刀剑红 所以就造成了地方官员特别的嚣张 一个青岛市的公安局长为了自己的小三 就公开的敢于护短 他不怕引发众怒 不怕引发舆论废 这么嚣张的官员 在过去中共官场还是见不到的 毕竟这个青岛市公安局长的权势是有限 他照得住青岛照不住全国 这位被打的男子是退伍军人 据说现在退役军人人事局 相关人员已经去医院看望这个人 而且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的官方账号还发消息说 劳山区退役军人人事局已经在第一时间 与战友取得联系将提供免费的法律服 其实我们只要看陆虎女的事件 能在网络上这么广泛的流传 不被封杀 这也说明陆虎女的后台也不是特别大的人物 也就是一个厅局级的官员 最多就是一个副部级的官员 在过去中国一个厅局级副部级的官员 绝对不敢这么嚣张 现在一个青岛市的公安局都如此的嚣张 就说明地方官员是越来越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么一来反而造成了习近平的权力失罪 对于习近平政权的维稳 那绝对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如果是地方的官员一个个都很嚣张 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中央对地方就失控了 而中央对地方的失控 也就是习近平权力就失去他的含金量了 他就越来越管不住下面的人了 而且地方官员这么嚣张 他们不怕激怒群众 等于是不停的给党中央挖坑 这样习近平政权就更加不稳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伴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